接下来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移动设备操作系统 同学们实际上在几年前移动设备操作系统是归属于嵌入式开发的 因为嵌入式开发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领域 就是开发智能手机和智能平板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来看一下啊 在移动设备领域是不是现在几乎都是被苹果公司的iOS操作系统 以及谷歌公司的安卓操作系统所垄断了 至于曾经的王者像赛班呀黑梅呀 以及现在依旧默默努力的微软 是不是在移动市场上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占有率 对吧 在移动市场上基本上呢 就是苹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两大操作系统 同时呢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 安卓这个操作系统实际上呢 也是由Linux操作系统延伸出来的 好介绍了移动设备操作系统之后啊 现在再让我们把重点放在嵌入式操作系统 同学们所谓嵌入式开发 就是来开发一些智能硬件 智能机器人 智能家居等等这些开发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经过市场的历练 现在在嵌入式开发领域啊 操作系统基本上已经是Linux一家独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Linux内核非常的小 而且呢是开源的 而且开发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自行的定制啊 它在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同时相信同学们也听说了啊 Python这门语言 是不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以及深度学习领域非常的火爆 对吧 同时Python这门语言 是不是可以在Linux上正常的运行 对吧 那因此啊 要做智能硬件 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 Linux操作系统的学习 也是必不可少的 好 讲到这里呢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啊 针对不同领域的主流操作系统 在桌面领域 是不是基本上是Windows 占有很大的用户群体 但是在服务器领域和嵌入式领域 同学们 哪个操作系统更是占有主流啊 是不是Linux操作系统 而且在之前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无论是在服务端的开发 还是在嵌入式领域的开发 是不是Python都占有很大的比重 而要想学习Python 我们是不是非常有必要 先学习掌握一下 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使用 好 讲到这里呢 老师啊 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嵌入式操作系统和移动设备 操作系统的特点 并且给大家强调了一下啊 要学习Python之前 我们先需要耐心的 学习一下Linux操作系统的 基本使用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 我们先来说到这里的 我们先来说明了一下 感谢观看